来到了张晶 父母这儿 描述我女儿呢 应该说我女儿是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 非常温柔 非常可爱 七仙女儿当公她排第一 七仙女儿当公她排第一 知道为什么我女儿漂亮吗 稍等一下 七仙女儿里面不是最好看的是 七仙女儿 七仙女儿下凡的话 我女儿应该排的第一位 比她们还要漂亮 这样讲 描述自己的女儿 看你吗 看你吗 嫌妻的眼神 我女儿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最美最美的 最好的 是吧 我都说了 为什么知道我女儿这么漂亮吗 你看到她老爸没有 气宇不凡 风都翩翩 我女儿真的很像我 另外我女儿做事呢就是 她非常有毅力 比如 她刚刚来广州的时候 126g身高应该是 穿高就一米七左右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张晶太胖了 然后她就开始减肥 不管我们做多好吃的饭菜 她都不会尝一口 不到一年时间她从126斤 将降到现在的96斤 一共减了30斤 所以说我女儿做事情 她是非常非常地认真 那错过了好多美食 缠 倒是缠 她是一个更大的目标 我要减肥 好 通过这个描述 你总结 就是又独立 还漂亮 还能赚钱 我发现你真不会 那办法你别说我来辅导 你重新总结一下 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特别好 特别好 那你还等什么 执行力好 执行力好 对 再重新总结一下 执行力特别好 非常好